防疫政策在全面调整之后 中资外贸企业包机出行 轻赴海外抢订单 释放新一年开拓市场的积极信号 但在全球化停滞 贸易投资减速 以及部分西方经济体选择性与中国脱钩下 外需走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外贸领域上出现的贸易的摩擦 到今年为止 依然没有任何丝毫缓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很显然全球的供应链系统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外部因素的一个冲击 甚至一些逆全球化 近岸的一个生产加工等这些范围正在扩大 所以说也对我们国家的外贸的出口订单的获取 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些负面影响 在大国博弈加速进入到能源和科技领域 部分国际产业链重构 市场占有率下降等情况不可避免 但防疫政策的果断调整 欧洲部分地区被动开启去工业化 以及RCEP红利的加快释放 中国外贸的增长动力也将迎来转换 比如说在短期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强力的快速的改变 我们外贸出口的营商环境 让企业尽可能快的 尽可能低的拿到相应的运营的一个成本 而从中长期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国家的整个供应链布局系统啊 要实现一个双循环的一个安排 让我们一方面可以呢 提高自己的整个供应网络体系的安全度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回避不必要的一些国际贸易上面的一个摩擦 第三个很重要的方面呢 就是加大于周边国家 特别是与我们签了RCEP的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的一个合作深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